果然张伦应该是也给牌 这球确实应该给个牌 还是进区外 刚才那个慢镜也看得比较明显了 进区外 上场捕食两分钟 最后一分钟了 等完不断的这种纵身前插 才能给中路的戴维森斯坦球更多的 中路寻求配合的机会 看这个定位球 斯坦球 直接破门了 斯坦球直接任一球破门 这赛季的第九个联赛进球 这个球打的确实太出击不易了 神仙球 上场也没有想到 对这个球确实难度极大 用右脚 我们看应该是 左脚你说这个位置打 右脚这个位置太难打了 而且应该是右脚的一个内脚背 兜出了一个落叶 是邵不亮给打傻了 你看邵不亮也觉得 这球怎么就选择了打门呢 我们通过蛮镜看一下 这绝对是偷袭成功了 对可能在训练当中都没有 我们看 我的天 要查得离住近的 打得真好 这个脚法太棒 而且明显这种下坠 邵不亮没想到 对 就他采用这种脚法 在这个角度 我觉得可能邵不亮 训练的人都没有 都没有见到这种脚法 是 这种球呢 你说邵不亮要足够的准备 说你觉得打门 这球肯定是能扑出去 确实这个 镜头再次给到何塞坎特 何塞坎特说 我不在